你们快过来呀 怎么了 你们等等 先闭上眼睛 哇 是方舟 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这是送给你们的礼物哦 太帅了汤姆 你是躲着我们偷偷坐的吗 我们一起放会更好玩 好开心啊 我们马上开始吧 有风的时候就跑 跑的时候放线就可以了吧 那好 有风了 现在快跑 哇 太难了 和平 要不试下我的风筝吧 不 放风筝太没意思了 威斯 我的风筝快超越你了 这样不行啊 威斯 我去拿回来 朋友们 我做得好吧 好厉害 乐平 竟然弄到 威斯的风筝线 我要教训一下汤姆 乐平 不要弄 我是可怕的霸王龙 威斯 汤姆 对不起 我去拿下来 不用了 反正风筝都破了 那我给你再做一个 你做不了 这座风筝很难的 汤姆 不要伤心了 和平都道歉了 是啊 我们要和睦相处啊 我的风筝都弄破了 有没有办法把风筝修好 汤姆 你什么都能修好的呀 如果有年年草的话 可以修好 年年草 是不是很难找得到啊 我也一次都没见过 汤姆 我去找找看 你不要不高兴了 能找到吗 那当然 我去去就回 年年草 年年草在哪里呀 早知道就问清楚 找什么样 小药龙 好久不见 你在这干嘛 我在找年年草 这里应该没有 那你知道在哪里吗 我也不知道 但长颈鹿恐龙肯定知道 长颈鹿恐龙 他什么都知道 他住在山顶的洞穴里面 是这样啊 谢谢你药龙 我去找他问问 好像是这里 里面有没有恐龙 好可怕 长颈鹿恐龙你出来 我有话要问你 长颈鹿恐龙出来 我害怕进去 谁呀 这么吵 我 我是过来找长颈鹿恐龙的 长颈鹿恐龙 什么长颈鹿 我是风神翼龙 不是啊 是长颈鹿恐龙 没有什么长颈鹿恐龙 你回去吧 不要妨碍我睡午觉 你先等等 我问问博士 是不是长颈鹿恐龙 博士 我找到了长颈鹿恐龙 但是他说他不是长颈鹿恐龙 啊 你在说什么 我不是长颈鹿 不 是风神翼龙 是啊 我不是什么长颈鹿 我是风神翼龙 但是像长颈鹿一样脖子很长 第二 打开恐龙百科全息图 风神翼龙是白恶纪时代的最大最重的翼龙 你们看看是不是长得很像长颈鹿啊 我也觉得很像 是吧 你是不是无所不知的长颈鹿恐龙 无所不知 那是因为风神翼龙的眼睛大 脑子也大 所以记忆力也很好 这句话说的没错 耶 找到长颈鹿恐龙了 但是 你过来找我有事吗 我听说 你知道粘粘草在哪儿 粘粘草 在很远的地方 在哪里 我一定要找到粘粘草 那得要过尖尖的山才能找到 尖尖的山 没办法 你一个人很危险 我给你一起去吧 真的 反正睡不了午觉了 哇 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翅膀 我翅膀很大 所以我能飞得很高很远 虽然我的翅膀小 但我也是飞行高手 你看那里 过了那座山就能到粘粘草生长的丛林 好远呐 我要尽快赶到 你好像很着急 那只能走近路了 哦 你去走嘛 这就是近路吗 那些岩石看起来很危险 害怕的话 你慢一点飞 没事 我对飞行还是很有自信的 那我俩比比看 我们比比谁更快通过那些岩石 那数一二三之后开始 一二三 差点出大事了 我说了吧 你还不是我的对手 我是最棒的翼龙 我也是最棒的邦邦龙翼龙 你想不想看看 啊 哈哈哈哈 哇 看到了吧 我很厉害吧 好厉害啊 那好 我给你看看更帅的 我要通过那里 看起来很危险呢 你好好看看 飞行专家是怎么飞的 你要小心啊 怎么回事 救命啊 糟了 风神异龙叔叔 乐平 快乐力量变身 快乐力量变身 我是乐平 又快又敏捷的一龙 你抓住这个 包包龙 铁钱 救救我 太重了 包包龙加速器 我一个人好像不行 包包龙 帮帮我 知道了 我们马上出道 温琪 爱心力量变身 我是温琪 可爱又开朗的万龙 汤姆 智慧力量变身 我是汤姆 聪明强壮的三角龙 威斯 勇气力量变身 我是威斯 勇敢无比的霸王龙 泽平 怎么回事 风神异龙叔叔掉水里了 霸王龙爪牙 发射 泽平 把风神异龙拉到这边 好 怎么办 翅膀撕破了 以后再也不能飞了 则神异龙叔叔 没事 我可以修复好翅膀 真的 没用的 翅膀破了之后 我就再也不能飞了 只要有粘粘草 就可以修复好翅膀 对 粘粘草什么都可以粘贴 那我赶紧去找过来 你们好好照顾风神异龙叔叔 是粘粘草 终于找到了 这样真的有效吗 当然 现在等着干就可以了 汤姆 这个也拿过来了 不好意思 没关系 现在不是有粘粘草吗 谢谢你们 多亏了你们 我又可以飞了 不用客气 叔叔 好像都干了 你能重新飞飞看吗 好像很不错 那赶紧飞飞看吧 快点 能飞了 可以飞了 我又可以重新飞了 大家好 现在是恐龙之歌时间 冬雪里的风神一龙快出来 无所不知风神一龙快出来 虽然脖子很长 但不是长颈鹿 虽然长得像长颈鹿 但我是一龙 大大翅膀 用力展开 高高飞翔 向远处飞行 叉叉眼 有大大的眼睛 我就是风神一龙 冬雪里的风神一龙快出来 无所不知风神一龙快出来 住在高山上的头大的恐龙 什么都能记得住的万事通过是 冬雪里的风神一龙快出来 无所不知风神一龙快出来 帅气的飞行高手风神一龙 我就是无所不知的风神一龙 大炅神一龙快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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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